你所以说你到现在还认为这是善意的谎言是吗 对 那我问你 时至今日造成的这所有结果是你预料到了没有 没有 对呀 不就是了吗 事实上这个谎言我为什么说不是善意的谎言 是你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得了好处 而别人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得了不安全 你如果说了你的真实年龄 你认为他会追你吗 视频中的这个女人叫小蕾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徒蕾现场勃然大怒呢 说我骗他儿子 骗他儿子 他四个骗他儿子钱 我骗你儿子什么了 我为你儿子付出那么多 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我为了他辞去工作 不顾家庭反对 我不还是想和你儿子在一起吗 你付不付出是你自己的事件 首先一点 咱就说谈恋爱你欺骗了 咱已经年龄断你欺骗了 我就不同意 这就是我观点 原来小蕾在跟现在男友小昊在一起之前 小昊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然后他就发誓再也不找谈过恋爱的女生 但是后来小蕾为了跟小昊在一起 他不仅对小昊隐瞒了自己的恋爱史 甚至还谎报了自己的年龄 而后在事情东窗事发以后 小昊的母亲便认为小蕾的目的不纯 怎么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但是小蕾却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 还称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情 于是便遭到了徒蕾大声的斥责 其实一开始小昊追小蕾的时候 他就问过小蕾这些事情 但没想到小蕾却对他撒了谎 小昊表示由于之前被前女友伤害太深了 所以他的心里一直就有一个结 然后他就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欺骗 于是就要找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友 那么小昊的前女友究竟做了什么呢 竟然让小昊如此耿耿于怀 小昊表示他之前跟女友谈了三年半的恋爱 但就在他们谈婚论嫁准备结婚的时候 前女友竟然跟他的前男友跑了 这让小昊的心里根本接受不了 所以他才要找一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 小蕾却表示他并不知道小昊之前被伤害过 他也是为了跟小昊在一起 所以才刻意隐瞒了自己的年龄 然而让小蕾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次见面小昊的母亲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小蕾表示小昊在前女友那里受不伤 小昊的母亲全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 这让小蕾的心里十分难受 然而小昊却表示虽然他的母亲做的不对 但是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他好 而且这件事发生以后 他也原谅了小蕾欺骗他年龄的事 小蕾表示虽然小昊当时原谅他了 但是他却扭头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母亲 所以导致了后来小昊的母亲对他意见十分大 而且事事都跟他计较 小蕾表示他有一次做栏尾炎手术 当时他的钱包和身份证全都丢了 然后是小昊给他付的医药费 然而等他刚出院回到家的时候 小昊的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他还钱 小蕾表示小昊特别听他母亲的话 而小昊的母亲又经常把在小昊前女友那受过的委屈 最后全都强行施加到了他的身上 而且无论他和小昊的母亲发生了多大的矛盾 小昊始终就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然而小昊的母亲却表示他对视不对人 他喜不喜欢小蕾都不重要 因为只要是他儿子领回来的姑娘 那以后都有可能是他儿媳妇 小昊的母亲表示他们的感情一开始就充满了谎言 所以他合理怀疑小蕾别有用心 而且为了避免之前的事再次发生 他这才处处都防着小蕾 小蕾表示或许是他出现的实际不对 但是他平时在家里吃个苹果 都会遭到小昊母亲的漫漫 然而小昊的母亲却解释道 如果他们是结婚以后生活在一起的 那么他这个家都可以交给小蕾 但是他们现在还未结婚 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小蕾不吃 却要求小昊半夜出去给他买苹果 这让他做母亲的看到了心里接受不了 我家满屋可以就说是水果各种各样 你为什么不吃 晚间就叫我儿子 半夜你出去给我买两个苹果去 你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让他买两个苹果又怎么了 所以你首先一点 在另外我对你最大的不满意 你欺骗我儿子当时你说你没处理 我没谈过 我为什么你今天在前面的时候 说他跟女朋友结束之后 我就干我儿子 小蕾表示因为小昊的母亲处处看他不顺眼 所以后来他们就分手了 但是小昊并不想放弃他们这段感情 于是就跟着他一块去了北京创业 但是没想到便遭到了小昊母亲强烈的反对 小昊表示当时他去北京这件事 根本不敢告诉母亲 然后小昊的母亲就怀疑是小蕾把他儿子骗过去的 于是他就找到了小蕾的父母那里 说我骗他儿子 骗他儿子色 骗他儿子钱 我骗你儿子什么了 我为你儿子付出那么多 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我为了他持续工作 不顾家庭反对 我不还是想和你儿子在一起 你付不付出 这是你自己的事件 首先一点 咱就说谈谈爱你欺骗了 在你这个年龄段你欺骗了 我就不同意 这就是我观点 好 然而不管小蕾如何解释 小昊的母亲就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他表示如果小昊非要跟小蕾在一起的话 那么他们就断绝母子关系 就是我儿子要我不争气 就要去跟他俩就组成这个家庭 我大妈的还得盼望我儿子啥呢 就这么说 看他幸福 看他高兴 因为啥我带着还不容易 所以说最后我实在管不了你 你听好了 你俩又要走 妈妈绝对不会阻拦你 但是有一点 从你以后 你我也不是你妈 你不是我儿子 再想在我家拿一毛钱 儿子你记住 我也不会给你的 小昊表示他现在自己有能力赚钱 而且他和小蕾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然而小蕾却因为他母亲的事情要跟他分手 所以小昊还是想挽回他们之间的感情 在听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以后 一旁的土蕾终于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 我没有指使他去北京 但你明明知道这个不长脑子的家伙 你只要让他干什么 你不用明说 你只要有所示意他就会去 而且你也明明知道 他说给他妈妈听了 妈妈也不会允许 而且你明明知道他即便去了 那么你与他妈妈之间的战争便无休无止 但是他最后还是去 土蕾表示当时去北京的那件事 明明是一次很好缓和他和小昊母亲关系的事 但是小蕾却没有把握好机会 反而让他来到了北京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而且小蕾隐瞒自己的年龄 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是这却对别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你的蛮骗你的恋爱次数和所谓的年龄 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是为了让他能接受你 是爱的谎言 但事实上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故意的不坦白 如果当时我知道他前女友的事 我会告诉他我谈过恋爱 我多大年龄 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说我知道你的过往 我就不撒谎 我不知道你的过往 我就撒谎 不可以这样的 我撒谎的目的很简单 我只是喜欢条小和他在一起 这也有错吗 所以说你到现在还认为这是善意的谎言是吗 土蕾表示小蕾当初编造这个谎言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结局 而且这个谎言之所以不是善意的谎言 那是因为这仅仅只对小蕾自己有利 而小蕾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土蕾听到以后十分的生气 你如果说了你的真实年龄 你认为他会追你吗 那我不清楚 你看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你明明知道你一旦把真相告出于众的话 他根本不会追你 所以说有的时候和婆婆之间真诚一些 做一个有弹性的女人 土蕾表示其实跟婆婆的相处特别简单 只要懂得互相尊重 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 而小蕾在还没有嫁到他们家的时候 直接就搬到了他们家生活 甚至还半夜指使他儿子出去买东西 那么小浩的母亲心里难免就会不平衡 所以说告诉你现在三点事实 第一他的母亲身体很好 至少还可以说过五十年 所以如果你要战斗就是当持久战 第二这个家伙就是没脑子的 你在他就听你的 他在就听他妈的 你们俩都在不知道听谁的 第三你爱不爱他 爱他 这三点既然成立 决定就是你要做一个有弹性的女人 土蕾表示从开始到现在 小蕾始终都没有跟小浩的母亲道歉 如果他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态度 让小浩的母亲相信 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在一起 那么他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然而现在事实是 小蕾虽然不是为了钱跟小浩在一起 但是他却因为开火锅店 要了小浩的二十万 而且本身小浩的母亲心里又有阴影 所以他们才会一步步猜疑 在听了土蕾老师的一番话之后 小浩也把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小浩表示其实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而且他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很不容易 所以他并不想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于是他就希望小蕾能改一下自己的脾气 但小蕾却表示他并不是无理取闹 从一开始他也是被逼无奈的 自己也知道 我不是从一开始 每一件事我就和你妈顶嘴叫 是你妈一次一次逼着 我跟她张嘴开始一起在一块吵架 你都看见了 再怎么样 咱们俩之间的问题 也不是像他们所有人想的那样 只有你心里最清楚 但是毕竟怎么样 他也是我的长辈 他也是我的妈妈 不管如何他对于错 在咱们这都是对的 也希望你以后咱们俩一起尊重 我的妈妈 好吗 就在大家以为他们要就此分开的时候 没想到他们却都从那里走了出来 原来小浩把家里的户口本偷了出来 并承诺只要小蕾愿意 他们录完节目以后回去就结婚 于是小蕾听到这句话 以后再也绷不住了 最终还是答应了跟小浩在一起 并且在现场跟小浩的母亲进行了道歉 阿姨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每一次都和你吵架 小浩的母亲表示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 现在他们既然选择了要在一起 那么他也就不会继续阻拦 并且还送上了自己最真诚的祝福 其实在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里 无论小浩的母亲做了多少过分的事情 他心里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最后希望小蕾能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 毕竟小浩的母亲一个人将小浩带大不容易 希望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好好地对待老人 彼此待人做事都能将心彼心 那么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冲突了